我现在马上要出发了 你看这是我昨天住的那个旅馆 那个楼 我住的是一个办地下室 但是呢很舒服通风很好 来看看我昨天吃饭的那个地方 哇 好美啊 我估计现在大家可能要么是没起来 要么是已经出发去其他的海滩了 这个地方呢 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这块人就会比较多 白天的时候呢 这人就很少 这就是昨天晚上 我来到了这个海边 在这边吃的饭 哇 你看今天的风光真是太美了 这个小镇子好安静哦 空气特别的新鲜 阳光很热烈 但是呢也不热 其实 因为海风吹得凉凉快快的 特别舒服 我现在要去往一个叫Bellost 一个海滩 这个海滩呢 距离这儿大概只有16公里啊 但是呢开车要开将近一个小时 因为那个路是很颠簸的那个路 不太好走 这次也试试我这个小车的这个越野性能怎么样 那我现在就是沿着这个山崖边的公路在开啊 这个路啊 还还可以 还不是说特别颠簸啊 我看 哎呦 不过还是有点颠 它这个路 修的不平 就是 但是这边就是蔚蓝的大海 掉下去就完蛋了 兄弟们 限速20 限速20公里 就走这么段路 要交一游元 过渡费啊 因为毕竟人家也是休了半天啊 这真的是陡峭的崖壁啊 哇塞 这路牛逼啊 一条战道 这要是光一阵 咱就被埋在这下头了 哇 瞧这边的大海 好蓝啊 哇塞 来咱在这停下来 看一看 看一看看一看 哇 这就是我的爱琴海 哇你看下边这块这个海水 绿的呀 哇塞 这种绿啊 一看就是非常深 一个是比较深 然后下边呢是有这种白色的沙之类的 然后水非常的干净 走进去 这样的绿色啊 我们现在呢 要沿着这条小路 一直绕过去 绕过这座高山 其实这座山还挺高的 要绕到山的那边去 要绕到山的西侧去 现在你眼前看了这个山 实际上是一个山根啊 它这个是一个 狭长的一个半岛 一直向北延伸 越往北 它就越尖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要一直沿着山根 一直向北 向北向北 绕到前头 它那个尖端的 爬上它的高山 然后我把车停在高山之边 让我走下去啊 在呼啸的狂风中 我来到了克里特岛的最西端 从这里去往巴勒斯海滩 必须要徒步翻越一座山坡 才能到达 走在旷野之中 猛烈的海风 把我所有的现场解说 都给盖了过去 就连我的发型 也给吹成了大背头 这片原野贫瘠荒凉 渺无人烟 只有一匆匆低矮的灌木 顽强的生长在乱石之中 让我一下子想起了 在南美的巴塔哥尼亚高原 看到的景象 它们同样都是陆地的尽头 也同样远离现代文明 仿佛是被整个世界 遗忘的地方 当我爬上山坡的顶端 终于看到了 传说中的巴勒斯海滩 原来它是连接陆地 与海中孤岛的一片白色浅滩 这儿的海水 有着梦幻般的颜色 靠近沙滩的部分 是可爱的奶蓝色 稍微远一点 就变成了明快的湖蓝色 而再远一些 又变成了深邃的宝石蓝 这些色彩层层递进 就好像调色盘里的颜料一样 看着就让人心情愉快 除此之外 这儿的海水 还会随着天光云影的变化 而改变颜色 不过 跟别处不同的是 这儿的云彩的移动速度 特别的快 简直可以用如烟似雾来形容 只需要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整个天空的样子 就会完全改变 随着云层的流动 海面的颜色 也会变得忽明忽暗 闪烁不定 就好像一块流光溢彩的蓝色宝石 看上去非常的梦幻 如果从卫星地图上看 你就会发现 Bellos海滩所在的位置 是一片蟹湖 而它周围这些海甲与岛屿 其实都是海底山脉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海面上这些看上去 彼此独立的岛屿 其实水面以下部分 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整体 而Bellos海滩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微微高出水面的连接地带 虽然海滩的位置 已经相当偏僻 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沙滩上面早就支开了 一排排躺椅 还聚集了不少的游客 原来 它们都是乘坐游船 从其他的城市 专门赶过来的 其实Bellos海滩 虽然在中国游客当中 没什么名气 可在欧美游客心中 却有着很高的地位 它曾多次被评为 欧洲最美的海滩 还是当年查尔斯皇储 和戴安娜王妃杜蜜月的地方 在这白沙来到海边 眼前的海水干净透亮 的确是个游泳的好地方 不过我来的季节 还是太早了一点 海水的温度依然很低 即便是身壮如牛的欧洲人 也没有几个会真正下去游泳 更何况 这儿的海风 那是相当的猛烈 稍不留神 就有感冒着凉的风险 所以更多的人 只是抹上防晒油 躺在海边晒晒太阳而已 不过 不过相对于冰凉的外海来说 浅滩上的泄湖就温暖得多了 当我卷起库管走入水中的时候 发现这儿的海水只有成年人的膝盖那么高 水下的白沙柔软细腻 踩在上面特别的舒服 其实啊 这里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六月到八月 那个时候 你既可以到外海游泳浮潜 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在泄湖中尽情的嬉戏 而身后这座陡峭的高山 会像天然的屏障一样 把文明世界的喧嚣嘈杂 统统隔绝在外 让你全身心的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恋恋不舍地告别了Balas海滩之后 我继续继承 向着克里特岛的第三大城市 雷西姆农进发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雷西姆农 雷西姆农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城市 但是也是克里特岛上的第三大城市 很多人都保持着原来的那样的生活 居住在那种带有意大利风情的 那种小镇子里头 那个小巷上 每家每户摆满了鲜花 生活特别的悠闲 阳光从上面晒下来 晒在这个小胡同里头 哇 太棒了 然后我在那吃饭的时候 那个旁边一个很小的一片小广场 可能是教堂前面的一片小空地 两个年轻人在那块跳传统的那种舞蹈 哇 特别有味道 我一下就爱上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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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